Odia Jungle Odia Jungle 原标题,踏病出于竟被传分手,多人出面打破谣言。 近日,金宇宾与深敏儿传出分手的消息,引发无数网友的关注,但令人没想到的是这其中的真相,竟是深敏儿多次被目击到医院照顾男友。 在15日播出的综艺节目,听到传闻收众,提到老坏鼻烟头来接受治疗的金宇宾,MC表示,网上还出现两人是否分手的传闻,得到过一些小的消息,有很多那样的传闻。 不过,另一位记者,据最近看到的人说,深敏儿依然很好的照顾着金宇宾,所以应该是没有分手。 还有一位记者也表示,实际上两人谈了两年的恋爱,但感情上没有任何的问题,有点像照顾身患众并男友的纯情漫画,因此两人更认真和珍惜这份感情。 一位大众文化评论家表示,实际上有很多人目击到了深敏儿出现在医院的样子,在没有行程的时候,他几乎都会陪伴金宇宾去医院。 即使周围有很多人,他也没有在意,一直在身边,非常美好。 在17年5月份,金宇宾经纪公司方面,发布了他患病病癌的消息。 在过去的半年多时间内,金宇宾也在一直积极的接受治疗中。 节目中,与金宇宾有交情的洪熙天表示,在得知了患病消息之后,不认,新联系生病了他。 最近因为迎接了2018新年,洪熙天与金宇宾取得了联系。 金宇宾表示,已经耗朗很多了,在过段时间就会以健康的状态向大家问候,对于金宇宾的回归。 记者表示,所属公司方希望能减少,依次性的报道,若回归的话,金宇宾本人会亲自转达。 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遍老八,也一定要紧快康复,健健康康的再次归来哦。 图片来自网络,文字原创。